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写如老人的 《论语讲记》 八一篇第七章 只曰 君子无所争 必也设乎 依让而生相而隐 其争也君子 只曰 君子无所争 君子无所争 必也设乎 今日没有设义 所以不必考记 这一章的剧斗有若干种 无讲其中的意义 重点在君子无所争 外国人讲究争才能生存 今人也争名夺利 而且是名争 自夸已经是过世了 何况毁他 今日的险局 都是自战毁他 国家以为自战毁他是大毛病 这是学洋人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事 这等风气必须换 否则活作不久 你们别真 中国是理义之邦 主张理浪 相信死生有命 护贵在天 一生都有命运 命中有 自然就有 命中没有 就没有 一真 变身明立心 君子的品德就灭了 明固利所 真就不能往生 被这个明所顾弊了 这个利所住了 写如老人讲 真就不能往生 写如老人 92高龄 在天讲伦理 针对的就是连色的恋活连友 针对是恋罗人 写如老人到台湾 38年 第一个十年 广色的人最多 真有内向 第二个十年 就少很多很多了 第三个十年 就更少了 一万个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两个 往生有内向 因此发现 是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 写如老人常讲 写中国文化 帮助我们写佛 念佛 中国文化 儒道 是我们大圣佛法的基础 写了佛又帮助我们更深入中国传统化 这两方面是相得益章 我们静宗十三主 印光祖师 就特别提倡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所以印主常欠念佛人 要顿伦敬奋 闲邪存诚 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信愿念佛 求神净土 这是印主一生红华的一个主轴 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育 伦理道德教育 闲邪存诚 顿伦敬奉 就是伦理道德教育 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因果教育 所以这个儒道 代替佛法的小圣 没有这个基础 又没有学小圣的基础 那么就学大圣佛法 练佛法门是大圣佛法 那没有这个基础 都不能老实练佛 都是至高至大 这个至战毁他 真名夺利 这样练佛怎么能往生 所以念佛啊 真念佛 老实人 老实念佛 才能往生 如果这个一面念佛 一面贪嗔痴慢的习气 不断的增长 就障碍我们往生续放 所以念佛要怎么念 才能得力 写入老人 非常慈悲 年纪这么大 讲伦理 针对的就是念佛人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不学传统文化 又不学小圣佛法 就没有基础 我们不能说 我念佛就好了 我还学那些干什么 我们老上啊 这些年来提倡 如是道三个根 念佛就好 没有错 但是啊 如果能老实念佛 像海拳老和尚那样 他能老实念佛 那这些他都记住了 但是像海拳老和尚这样的人 实在讲啊 非常稀有啊 大多数人啊 虽然念佛 但是还是不老实啊 不老实的人你不学习就不行 不学习你就不能老实念佛 一面念佛 一面啊 这个供高自大 那这个自占毁他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能往生 所以血路老人 非常慈悲 这里给我们点出来 所以有人啊 质疑 这个为什么不老实念佛 问题是能不能老实 如果心里还有贪生吃慢 就不老实了 这样念佛啊 就不能往生了 因此就要学习 所以大多数人啊 都要学 不能说哎呀 我念佛就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阴光祖师何必欠人啊 顿伦敬愤 咸邪纯尘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然后再信念念佛求成节 那前面不都不需要了吗 这一点啊 希望我们同修 大家要能够理解 毕也舍夫 依浪而生下而隐 极解孔曰 言于舍而后有真也 那么不舍就没有真了吗 打仗不真是无有 是不孝 从前人打仗不怕死 愿死怕不死 怕不死就可以不死 黄书说 古则 古时后的人 深难必射三姑 彭时 于门左 使人父子出门而射 智掌以色尽事 拾事助记 若射不合理悦 则不预计 诸佛能见能人 贤责给国军 先考核射箭 这与打战不同 而是考核如何上下等等 射箭都有礼节 私礼便不行 养人比赛 败者华喝酒 也连都有祭祀 有培祭 培祭的必须 射箭合乎规矩 若不合规矩 连诸侯 也会受责而被消帝 那么古代 这个射箭 必须要合乎这个礼节 下面讲 射与曰 射箭的礼 这个书上讲 射人道也 花而不重 不厌胜己者 反求诸己而也 射箭它是人道 如果箭发出去 没有种到这个标的 没有种到目标 它不埋怨 胜过自己的人 反过来 还醒自己 集注云 唯于事而后有真 然雍容依浪 则其真君子 而非小人知真于 其真也君子 这一章的重点在君子 君子是 邪而能立的世人 像孔老夫子讲 三世而立 那么能够立 的人是君子 有一定的目标 在道义上 为立国赴名 凡是公立 名位 有违背 道 为人者 违背人的地方 自然不会去争取 孔子 孔子讲 孔子讲 至于道 依于人 有为道 与人的 自然 不去争取 小人 则是自在 功名利路 若是 关系 道德 能力等 君子 又应 固执 立行 并不是 出身 对道德 要 折善 固执 立行 敬夫人 经文不是说 当人 不让一失吗 当人 固然 要争 老师 做好事 学生 怎能 不做好事 建议 不为 无永也 对于 义的事 也不能 让人 所以这一章 其真 也 君子 更需 细细 体问 你们要学 君子 无所真 其真 也 君子 注重 上纪 与 最末一纪 中间的 可以省略 虽真 也不失 君子的 风范 所以 这个 写如老人 给我们 解释 那么这一章的重点 就是 上纪跟最后一纪 上纪就是 君子无所真 君子不跟人家争 也不自夸自大 自赞毁他 但是遇到好事 那君子也当人不让 好事 要去做 所以 这一章的重点 在这两纪 中间 就比较不重要 虽真 也不失 君子的 风范 虽然真 但是 他是 属于人 所以 这个 不是 真名 夺利 的 自赞毁 他的 这个 也不失 一个 君子的 风范 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